我在臺中市議會道歉過兩次 第一次是為了豐源 鐵路高架化 那個就是打通 然後隧道填平 地下道填平 那我就發現說 好像明天 明天要通車 所以我前一天就先去看 那去看的時候 就說明明都做好了 為什麼要封起來 我就跟我的同仁說 打開 風要衝什麼 隧道 就是本來是地下道 現在把他填平了 所以要先為了 隔天要通車 我就跟同仁說 不是都做好了嗎 風綠當時都倒好了嗎 你打開 現在三點 四點就通 下班就有人 他說教長 那東西知道 江啟臣要辦一個通車典禮 那有農有事都請好了 我說請好叫我什麼官員 你現在打開就可以通車 你先讓他通 再來通車典禮 再辦一遍就好 那通了就沒辦法辦通車典禮 都請了 我直接把那位子整個插掉 三點多 整個風元就通了 大家很高興 下班就算到紅派 因為紅派的議員非常團結 就在議會裡頭就杯葛 不讓林佳龍上去報告 就要王毅川道歉 還說為什麼這樣這樣 我覺得我沒有錯 我說我打開大家可以通 他說你就白白 你知道我名字在辦通車典禮 你把他扭開 做秀啦 好 那就會議就為了我停止嘛 休息差不多要一天 下一天議長跟我說 稍微你就一會一會 四個 要不然這會都沒有材料開 我就起來我說 我實在是很抱歉 我不知道什麼通車典禮 我實在是很抱歉 議員說道歉 道歉 我說我就已經道歉了 我就說我很抱歉 你只要講出道歉兩個字 這樣好 這第一道道歉 第二道就為了顏利民 因為在選舉 去榜人助選 民家民進都會助選 我就說 我要做的局長 現在來要選議員 拜託大家要選萬字的議員 不然選一選萬字 又夾無衛生這樣 你說顏利民 我就說說不然是夾無衛生的 要選什麼 什麼 什麼 什麼票 他們做家 什麼 說了 差不多做工之後 會報就接到電話 接到電話就是我們電視上 最近看到什麼 顏家的那個幕僚 那個秘書 靠來說 教長啊 講話就講話到 說到這樣 當地聽起來 沒什麼開心 我們當地不開心 沒開心 我就會講來 不可以講話 這樣 隔天一樣 到了議員就叫我道歉 我就從會講來 講話用字比較不精準 講話比較粗魯 不然會有什麼切 所以因為不敢去 減無衛生 是我媽媽以前幫我買的 說你這個孩子不敢去減無衛生 我也是很抱歉 那時候剛好要審預算 那一次就是只砍一條預算 就是交通局長的特資費 整年 一個月三萬多元 整個月 整三萬多元的特資費 整個台條 一年什麼 一年 一整年 三萬多元就有 就特別這樣 四十萬 一年剛才四十萬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那就是一種還蠻震撼的教育 那他們因為地方派系在地方 除了比如說他們去做公廟 就開宮廟 做兄弟 插政弟 那他們去經營這個宮廟 然後有農會 漁會 水利會 農會以前有信用合作社 那他們就來就去做工程 做點子家 做土豐 做臺電 火力發電廠的土豐 這都是派系在做 到時候他們就去做餐廳 我們現在台東在公益路 公益路 很多餐廳 你切菜吃 都吃到他們的 台南董名 你說可以吃開餐廳 有鐵板燒 有和牛刷刷鍋 都很貴 都不是燒的 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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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港式的 那個月室餐廳的燒烤 台南淡宅麵 就是說已經擴展到餐飲的王國 那這個就是說這些事情 然後現在就最近就這幾年 大概都做土地 參與這個自辦重劃 對 因為這個關閉說 他們一定要跟政府有連結 所以他們就要出現地方的議員 中央的立委 然後他們就會指派副市長 你像現在台南市的副市長 陳子進 他就是黑派 副市長 楊瓊英就是安排 副市長也黑派 副市長也黑派 就是然後局長也是 就是原來盧宣營的新聞局長吳房生 現在原考會主委 那個就是黑派的 副市長局長 這樣才能夠跟市府有連結 對 那在所有的這個 跟工程有關的這個利益上會比較容易 我記一個例子 我們就台東有一個工廳 都表不出去 我就去問做營造的朋友 我說 你如果都不要表 他說 他說沒有人叫我們表 我說沒有人叫你表 我現在就叫你們看你們怎麼表 他說不是你 你什麼人要叫我們表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要讓人指定說你去表 我說我如果沒有聽他的指定 我自己走去表這樣不行 他說 他說你可能會表到 我說要表到之後呢 表到之後你沒辦法做 我問什麼沒辦法做 他說你買沒有點子 你討厭沒人幫你製 壯斷 你要做點子 你一定要買材料 你現在要把什麼人買材料 對 現在有人說你加賣 他看看 就是說你標到你不會有材料 你敢臨的 以我控制所有的點子才會出貨 就是說就是說這種很上緣的工程的材料 如果他鎖住了 那整個工程就會很明顯 就是就是在一種不知道什麼樣的機制之下才拿得到 夭壽 這事情很嚴重 所以就是說為什麼為什麼民意代表對地方派系很重要 就是說因為民意代表要去跟縣市政府這個整個政府體制連結 有副市長 有局長 那如果還有高階的公務員都鎖住 那他才有辦法在這裡頭的鎖住 所以就像我在那邊四年下來 就是說這個派系的議員 其實這個派系議員是這樣 他們很團結 比方說自己不錯 他也說局長 要不然他們來吃飯 來喝一下 就是這一種平常人跟人的這種互動 也是很密切 可是當他們遇到他們個別的利益 不是 就是說一個人的利益的時候 就是整個集結 然後全部咬你一個 那你只好就是屈服 就是說你必須這樣 不然你為了大局著想 譬如說議長 整個動調 就為了你一個人 你如果被這個議長就可以打快省 所以大概臺中這四年在那裡 就等到這裡了